土耳其南部的强震到现在为止 在叙利亚造成了超过5700人丧生 当地的物资严重短缺 在民的生存状况堪忧 叙利亚总统822已经同意 联合国取到蓄土边境的两个过境点 巴布萨拉姆和拉伊 向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地区 输送人道主义救援 实现是三个月 但是不会附加任何的谈判条件 在叙利亚西北部地震灾区拉塔基亚 当地灾民在一所学校内排队 领取由叙利亚红星月会派发的救援物资 由于地震后国际援助耻耻未到 红星月会只得将有限的物资 派发给聚集在避难所中的灾民 一名附近居民抱怨称 自己已整整两天水米未尽 避难所外灾民的生存状况 根本无人问津 而在另一重灾区阿勒坡 救援已基本结束 目前仍有民众在现场搜寻 一旦发现有生命迹象 救援人员将迅速抵达 据悉阿勒坡有过百万人流离失所 灾民面临严重能源物资短缺 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 副秘书长格里菲斯 在13号结束对叙利亚地震灾区的 访问后指出 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严重 联合国希望能为帮助叙利亚的组织 筹集更多资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已同意开放 西北部边境的巴普塞拉姆等 两处过境点 允许联合国在三个月内 经此向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地区 运送救援物资 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塞巴格表示 此项协议为叙利亚和联合国 共同决定 无需得到安理会成员国审批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卢也在13号宣布 开放南部基利斯省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口案 以便国际社会向叙利亚北部灾区输送物资 蜂红卫视综合报道